陈东创作 头驼渊 小桃红 为您播讲的 盛须 后期制作 平海临风 第1963集 自始至终他一直在强调 如今不是完全体 他由盗国 基于浑河深处 正在看守无上种地 现在他像不管不顾了 杀出来 与三个极品清算 黑狗 与无光中的男子都意识到了 浑河终极地 真的出现了大状况 有变故发生 不然的话 白鸭早翻脸了 都到这一步了 他居然还只是在说 而不是付诸行动 换个人 早就无法忍受了 此外 白鸭之父刚才也只是惊鸿一显 又隐伏下去 没有真正出来 浑河深处有大问题 这是他们的机会 楚风很遗憾 到手的鸭子又飞走了 他意识到 那是一个无法想象的老怪物 出自浑河 根基逆天 这要是能截留一缕残灵 说不定能窥破价值连城的大秘 经文等 我们要离开吗 紫鸭一阵后怕 这地方太危险了 居然有浑河中的生物随便向外乱砸落 不急 你难道还要等着天上掉鸭子 紫鸭脸色发绿 你也意识到了 那可是大机缘 好比天上掉馅饼 楚风遗憾 在那里反思刚才没把握到机会 紫鸭真想昏过去算了 那可是浑河中的怪物 你在想什么呢 楚风学吗 要不找个更好的地方 待着蛰伏起来 坐等天上掉馅饼 不 掉鸭子 其实我心里很不舒服 要想当年 我在故土何等快意 想吃谁就烤谁 管你是外星生物 还是本土凶手 只要是对头 终究都是一盘菜 没有什么是一顿烧烤 解决不了的问题 紫鸭翻白眼 腮帮子都气鼓鼓的 当年他都差点被烤了 现在这状态 这生活 泪流满面 当真是人生不如一事 十之八九 我总不能横行扬捡 楚风一副怅然的样子 子鸭无语 你才来扬捡几年 就感觉有这么大的野心 真给你时间 有一定实力后 你是不是想考空巢老纠集 想贩卖他们呢 早晚有一天 出风拔高声音 扬天而逝 我会去浑河洗澡 会去古地府烧烤 中奖 横扫出天 子鸭忽然觉得 这个人贩子不是怅然 不是心里不舒服 而是比他还能傲娇 这也是病得治 很快他又醒悟了 我才没病呢 他有 我 终将会回来 楚风背负双手 然后就带着子鸭 果断跑路 消失了 混合尽头 门后的世界 双方再堕一致 至于门外 一群空巢老纠集 终于到了 砰的一声 几人像放烟花一样 将魂光洞主人的真灵 给点燃 令他炸开 行神俱灭 先解决了他 有人低语 真要进去啊 这可是混合 哪怕强大如他们 有所耳闻 甚至有过非常规接触 但是 也从没有真身闯入过 现在 他们到了混合尽头 一扇门堵在那里 转刻满斑驳的岁月气息 有干涸的黑血 是何人所留 有些瘆人 传说 天地曾入此门 踏足一片 无比恐怖的大战场 太医说道 来都来了 进 到了这个层次 再想提升的话 太难了 几乎无路可走 前路已断 门后的世界 传说让天地 都曾流血之地 也许可接他们的断路 最主要的是 现在前方有猛人在开道 那到底是谁 这几人和其强大 有了决定后 一闪而入 缩地成村 眨眼 就到了门后世界的深处 远远的 他们就看到一片乌光 像是一座黑色的大山堵在那里 沉重而压抑 与浑河上游的白牙对峙 一刹那几人都移不开目光了 空巢老究极 哪个不是超级非凡生物 灵觉极其敏锐 现在乌光暴涨 故意蔓延 挤压满整片空间 遮掩了真身 可还是让几人感觉诡异 甚是熟悉 你 谁呀 究极生物中有个老家伙 眼神异样 别人都在盯着看 他则忍不住开口了 这一刻他无比的疑惑 因为熟悉感扑面而来 似曾相识 其他人也是越看越不对劲 这有乌光中的生物 绝对认识 故意隐藏也没用 烧成灰都能认得出来 几个老究极目瞪口呆 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他怎么又出现了 不久前不是刚弄死吗 一声大吼 李达 你这个老医护 响着浑河 沿着通道传到阳间 这个人气坏了 不久前打声打死 好不容易弄死这个大敌 结果这才多久啊 他又活蹦乱跳的出现了 阴间 老谷距离青州不远 正在黯然神伤 结果突兀的听到这一声 带着浓烈敌意的吼声 顿时愤懑 我大哥都死了 被你们谋害后还不放过 连死人之名都要诅咒吗 老谷悲愤 热泪都要躺出来了 李达 你还没死 又是一声大吼传出 这是来自老旧级的杀级 还有愤怒 他们之前杀的是谁呢 郑主 居然还有心情招惹魂河呢 真是岂有此理 外界许多人也都被惊呆了 他们听到了什么 李达又活了 不久前不是刚死吗 天地同辈老旧级们 共同震杀呀 各位好久不见 当真想念呐 吴光中的男子打招呼 一副很感慨的样子 李达 有人大叫 还真是他呀 外界青州的人都听到了 心中震撼 这是什么情况 李达又活了吗 老谷目瞪口呆 他都有些怀疑人生了 大哥你还活着呢 之前他陪着的人是谁 陪他在阳间就地追忆 最后看他画成光雨 画微尘 人间再也不可见 那时老谷哭得像个孩子 痛不欲生 为杰白大哥送行 不知道为什么 我现在想哭啊 大哥你可真坑啊 我该叫你李大坑 连杰白兄弟都片都坑 我落了那么多的眼泪 你良心不愧不安吗 老谷是泪流满面 被气的 那大坑连自己人都这么埋吗 简直是不分敌我呀 老谷无语宁言 青州许多人也都不敢相信了 再怀疑是不是听错了 这一爆炸性消息实在是让人无言 混合 门后的世界 几人都盯着乌光 没有什么好脸色 眼中凶光碧露 之前打声打死 群殴此人 围猎使钱大黑手 到底弄死了个什么玩意儿啊 他依旧好好的在这儿呢 还在那儿笑咪咪的实在让人受不了 各位 我的确死去了 这其实 只是我的一道执念 李达摇头在那里轻叹 一道执念并非真身 其实他真的陨落了 见鬼的执念呢 有人咬牙切齿 之前死的那个就说自己是执念 现在还来这一套 各位 李某一生孤苦 当年遭劫 阵身确实早已不在 唯有一道乌光护忧魂 叹事事无常 人生无奈 命运多船 我之悲呀 李达有些低沉 再次说自己是执念 几个人狐疑还是不相信 外界老谷又一次泪流满面 他很想说 大哥你到底死了没有啊 你给个准信啊 他现在真有点搞不清了 李达 你个老黑手 都到这种境地了 你还敢信口开河 之前在星空外 你说是执念也就罢了 现在还这么说 你这是赤裸裸的蔑视 我等 睁着眼睛说瞎话 可恶 可恨 有人低吼 实在是受不了他了 这老阴祸实在是缺德 真想活剥了他 本集已经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您多多点赞评论 喜欢 请订阅此专辑 转发到朋友圈 谢谢 请订阅